先生先生,我看你燉的好早 你腰骨是不是有問題? 要不要做這個輪椅? 不要啊! 這麼好心就去推輪椅關心路人? 真的嗎? 為何很多遊客來到香港都很喜歡蹲下 覺得他腰骨是不是有事? 身為熱心的香港人 我們就來關心他們! 聽語氣都知道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兩位自稱是香港網紅的男女 在尖沙咀拍片主動找些蹲下的人 問有沒有需要坐輪椅? 你好你好,你們沒事嗎? 我看你燉了很久 沒有啊 原來大家的腰骨都是沒問題的 這樣就不要走街蹲了 快點找個位坐吧 片中所有蹲下的路人都是說普通話的 不用想啦,片一出難免就牽起罵戰 內地網民就批評這兩位網紅 愚華和故意扁低內地遊客 還說港燦哪裡來這些優越感? 又說蹲下的原因是因為太少椅被人休息 連廣東電視台珠江之星都有轉載片 至於香港網民這邊的說法 普遍都認為隨街蹲下會影響使用並不明明 就算站得累都寧願找位坐 都不會去蹲下 各位又有什麼看法呢?